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直接进入问题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观音法门中提到的入流往锁境界 如于修炼之观法后进入恍惚 呼吸恍惜的状态是相同的境界 在进入这个境界后 是否外界声音就听不到了 只存在纯粹的觉知之光 代工到最后放音乐的时候反而进不去无为状态 双耳要怎么真正的望内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什么叫入流往锁 锁就是你的地址 你的环境 也就是说你所在 比方说大家现在在教室或者在家里 或者是你们在网上听在某个环境中 这就是所在地 那么所在的环境 如果你真正的入进去了 这个流是什么 流是等流 这个在秘法中提到等流声 什么叫等流 和什么等流 等是等于流 就是它是一个千流不息的一个流动 不是一滩死水 那么这个流是指的法界 我们整个的虚空法界 是近虚空变法界 是极其的广大 没有一个边际 那么它是一个变异体 在这里不停地生生灭灭灭生生 它是一个流动体 所以当我们真正修到和虚空同体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变迁的 它是一个流动的流转的 所以这个叫入流 忘锁 忘就是你忘掉了你的身体 忘掉了你的这个心锁 那么我们回头在这个 这个白法明门论中 会讲到心法 心所有法 包括心所有法你都会忘掉 心法你也会忘掉 那么就是进入一种真空 大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叫入流忘锁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术语 那么这个真正进去这个状态以后 你后天的主观思维 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这是一个代表 就是说你这个是否进去了 你如果坐在那儿 还在那儿想事 眼睛还在那儿看东西 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没有进去 这个要看要视而不见 要听听而不见 然后呢就是眼耳鼻舌身 前五时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都记止不动 那么这是前面的修止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由这个过程进去之后 那么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古人这个用三句话来形容 我们修炼的三个境界 那么第一句话是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第二句话是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第三句话是 第三句话是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那么这三段话 他说了三个境界 凡夫不修炼的人 看见山是用前五时 用第六意识 用第七意识 用第八意识 用的是时神 也就是后天的知识的积累和经验 以及第八二意识 过去生的知识和经验 来见面前的山 见面前的水 那么因为山水而欢喜 山漂亮 人也高兴 山丑陋 人也觉得不自在 那么受环境的影响 受周围这个空间里的 这个物的影响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凡夫地 凡夫地 也就是说你不修炼的人 你基本上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第二个境界 修行人通过祭旨 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祭旨 就是旨就是止住八十 那么我们在修炼界 叫止住十神 就是你所有的思虑之神 都不能够动 那么这叫祭旨 有祭旨之后 要打入圣关 进入一个圣关 你光祭旨不行 但是在祭旨的过程中 有个闷觉的过程 就像昏死过去的这个过程 那这一个过程呢 人是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说是见山没看见 见水没看见 说见山它不是山的 见水不是水的 那么当时呢 我们有一个智者大师 他在修炼的过程中 那么他的师父 对他进行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他在这个 瀑布跟前 一个高山瀑布跟前修炼 那么他这个吵得他受不了 那个声音轰隆隆隆的 没办法入定 没办法安静下来 他就跑去以后 跟师父说 师父我不要在这儿练了 我找个静点的地方练 师父说不行 你必须在那练 说什么时间练到 听不到水声了 那你再来见我 然后呢 他这个经过很长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的修炼 有一天突然 这个水声没了 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去了 这就是入流网锁 入流网锁 就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坐在瀑布下 那个声音也没有了 哇他高兴的不得了 跑去见师父 跟师父说 说师父我这个 听不到瀑布声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那师父说 那你还活着吗 那意思你跟死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个过程 修炼你必须要过程 经过这个过程 大家在练这个止观的过程中 有一个突然之间 自己消失了 音乐也听不见了 自己也不知道在哪了 这是一个中间过程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 那么这在修法上 又叫闷觉 又叫昏觉 那只有在这个闷觉昏觉 这类似闷觉昏觉的这个状态下 你的八十度stop停止了之后 这个时候你的真心才会显现 真心在修法上叫原神 那这个原神是本我原灵 也就是我们都是有灵魂提的 你的灵决定着你的生命是否存在 所以是灵在生命就在 灵不在生命就不在 所以是这个灵 它产生的一种思维 是一种特殊的思维 是凡夫 经常也会碰到 但是不会自觉去使用的思维 那么我们修行者 就是要使这个 持神不作用的时候 本觉这个原灵 产生的本觉的功能 一致存在 并且在本觉 这样的一个原灵作用下 去使用自己的眼耳鼻舌 使这前无始的始 变成成所作之 然后使第六意识 惯性意识 变成妙观察之 使第七意识 也会发生 变成这个平等性质 使第八意识 里面的这个仓库里 所有的始寂静 然后让第八意识 转成大圆静之 那么第九始 在我们的这个修炼中 称为法界体性质 它是真正的大会 是真正大会的这个展现 在机制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你会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自己会消失 教室也会消失 但是这个过程 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灵觉 本觉 显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会再次的听到声音 再次的看到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的看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但是这个时候 入流亡锁了 所以是山是你自己 水是你自己 有一个不二的境界的展现 当这个机制的过程过去以后 那么本觉显现的时候 你是又能听到了 又能看到了 但是这个时候听到 你就是音乐 音乐就是你 你跟音乐是不二的 没有一个说 我在听音乐的这个角色 我在练功的这个角色 而是自己整个融进去了 画了 自己原来像块冰 然后画到大海里面了 整个没有自己了 整个周围都是自己 这种就是不二的这个境界 在不二的境界里 要进行微细的观察 这个叫妙观察制 叫平等性制 叫大远景制的妙用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传统称之为圣观 圣观 所以在圣观的境界里面 我们做什么呢 在圣观的境界里面 用眼耳鼻舌身 前五时去创造 叫成所作止 所以这个时候反倒要用眼 要用耳 眼耳鼻 要用鼻调呼吸 要用眼睛去内观 要用耳朵去内听 要用耳鼻 要用舌 舌顶上额 然后连同认多二脉 产生金金玉叶 这就叫舌屎 舌根带动的内用 叫内处妙乐 要用身 整个身体里面 像这个跑火车一样的 像野马奔腾一样的 你的气息在涌动 你没有这个身 你的十二经络 七星八脉 这个我们的单道脉 然后就没有载体了 没有载体 你就不能修一个静系身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用身做成所作止 是自己的静系身 身外有身 从这个浊身中 出来一个细身 到极细身的修炼 所以这个叫成所作止 就是身成所作止 所以这个 我们在法界体性制 展现了之后的 这个妙用 这个妙用 叫成所作 这个时候我们新造万法 新造净土 新造世界 是用的我们的法界的 无量的光 允结起来 再创造 再创造 这叫心造 但是此心绝非是四绿心 绝不是你的主观四位心 而是你的第九真心的这个妙用 所以这个第九真心 它是纯净的光 纯净的光 所以是光中化佛无数意 光中化菩萨亦无边 光中化处诸佛 净土坛城 净土实践 金砖铺地 金绳借道 宝树城行 穷龙玉阁 全是碧玉造成的 做成的 全是金瓦 金砖 黄金 造成的 殊胜的极乐宫殿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 不是你坐在那儿 什么都没有 你如果是坐在那儿 什么都没有 这 如果只有机制 而没有圣观 那你就进去四空天了 你修炼 你不是真正的修成圣者了 你是落入四空天 落入四空天 空无边处定 想无边处定 非想非非想处定 所以是 那你最后进入一个 四空天的这个境界了 你不是真正成为一个 心造万法的圣者了 所以是 刚才讲到的 这位同修 他的体验很好 他说到最后呢 音乐起来的时候 不能进去无为了 不能进去无为了 这个时候 但是他起念了 他说什么 双耳要怎么真正的往内听啊 那你错了 这个时候 什么也不听 什么也不想 就是自己 融到这个音乐里面 用空 自己身体放空 融到音乐里面 这个时候 你要知道 有一个地方 要造成一个黑洞的原理 大家知道 整个银河系 它是一个旋 我们太阳系是个旋 都围着中心去旋 都围着中心去旋 所以等流先要入进去 然后还要出来 就是流进多少 出来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用手衣法 然后安置在自己的黄庭 一点真里面的真我宫殿中 这个也没有一个我 只是说一个假 假我 借假修真 安置一个假我 在那个地方 然后上下左右前后 所有的能量 都向那个地方去凝聚 同时释放 但是大家安在这儿 一般的前期 你们这个修炼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的境界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体内没有这一窍的 需要你用功夫把它练出来一个窍 修则成形 散则为光为气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你不懂得修精会神 用方法把它修而成形 那个窍是无窍的 它在体内不在 它在体外也不是 所以不在内不在外 不在内不在外 它怎么黄庭一窍能出来 它要你通过如法修正修炼 所以我们在手细法中 教给了大家大量的技术方法 那后来在开讲《黄庭经》的时候 又教给了大家大量的技术方法 那就是让你无中生有 打开玄关一窍 进去发泄 凝聚能量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前期你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在基础阶段 刚开始学止观的时候 老师让你 这个不是完全进入空中 你要观夏丹田的火龙珠的 右后左前的旋转 旋转的同时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能量 向自己的夏丹田的火龙珠中 去凝聚凝聚凝聚 所以这个时候你放空自己 但是三个东西你要保持住 一个是炉中不断牵连火 火龙珠的旋转 这是第一个窍诀 第二个窍诀就是你的心中常燃 万年灯 五方佛灯你要永远照着 然后心静长全西天月 所以随着你入流忘索以后 自己完全没有自己了 这宝月轮是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为什么 你这个夏丹田凝聚的能量 会补充胸腔中丹田的能量 中丹田的能量足了以后 它会上充松果体 补充补足上丹田的能量 上丹田的能量 三丹田的能量都足了以后 你的宝月轮才能稳定的 在自己的额前悬挂 否则你就是一个想象力出来的 这个是错的 不可以用想象力出来越轮的 它是完全的要在于物 是物质的变化 当然这种物质 不是你的后天 你弄个月亮挂这 那是物质 那是4%的物质 它是自己的 这个有物质的东西 还有暗物质的东西 还有反物质的东西 还有这个反暗物质 四大物质归原 叫武器朝圆归原归母 由母凝聚起来圆成一仙 形成的宝月轮 所以我们下丹田是空的 中丹田是空的 颅脑腔 上丹田是空的 你想你的宝月轮圆明 这是骗人的 这是骗人的 所以为什么同真体 它可以直接从性功修炼 因为它的身体没坏之前 下丹田能量是圆成饱满的 中丹田是圆成饱满的 上丹田是圆成饱满的 所以它的宝月轮 本身就是圆明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知道修炼 也就是男的16岁 女的14岁修炼 她直接用月轮中的光 画佛 画菩萨 这个时候她很快就成就菩萨道了 她很快成八地菩萨了 但是今天这种人才大稀有 即便你在寺院里也很稀有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传媒太厉害了 很难得到一个14岁的女孩子 16岁的男孩子还是青春体 青春体就是什么 女孩子不能来立架 男孩子呢没有易经 没有第一次的这个梦意易经 手淫这些 那么太稀有了 在寺院里也很稀有 因为传媒害了 甚至传媒是魔鬼 不要以为传媒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传媒如果是你传播邪魔外道的东西 你就是个魔鬼 如果你传导诸佛菩萨 圣者修炼的东西 那你就是佛菩萨的正传媒 我们今天邪传媒 昏段子 晕蛋子 邪魔外道的东西 让人怎么去贪嗔痴义慢的东西 大量的佔据了人的 宣传通道 宣传空间 让人一开眼 一打开耳朵 都听这些 都看这些 所以这是一个魔鬼 占据了制高权 占据了领导权的一个时代 所以大家要清楚明白 所以你现在很多人 老师我练了好久了 一年两年 我的宝月轮还没有出来 你很难出来的 你都几大岁的人了 你都四五十岁了 你从十四岁十六岁 你已经干枯了二三十年 你还觉得你年轻 你即便今年二十八三十八 你也是干枯了十到二十年了 你耗损自己的先天元经 先天元气 先天元神 已经耗了几十年了 所以你一定要练命功的返环之道 一定要练下滩天 红光珠 要二十四小时玄它 要把毛孔打开 经络练开 穴位打开 然后使外太空 照在自己身外的 法界中的能量 无障碍地 进入自己的下滩天 去补足自己下滩天能量的不足 这是修炼的地基工程 不要去挤着练上滩天的宝月轮 不要挤着练中滩天的那股气 如果你下滩天 如果你下滩天的这个经 圆这个圆经化不出来 你的口水不能哗啦哗啦往里吞 往下液 你用这个后天的食物产生的金叶 口中的金叶金晶玉叶 来补充自己圆经的亏损 你想达到自己的宝月轮圆明的八地菩萨境界 你是痴心妄想 所以我们看今天 无论佛家修炼 道家修炼 好高无远 喜欢玩弄神通 喜欢吹牛 夸夸气谈的嘴皮子道 而不真正重视下滩天 这股能量的返环 饱满 那你想中滩天能够饱满 上滩天能够饱满 你是痴心妄想 是不是古代有人 留下这个句子 没记错是吕祖 说的 只修性不修命 千古英灵难成圣 什么意思 你是性功 你可以性功出体 死了不亡 但是你是个阴鬼 因为你能看见别人 别人看不见你 所以只修性不修命 千古英灵难入圣 你在这个空间 活在一千万年 甚至几大劫 你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 报身成就的圣者 要练报身成就 一定要修命功 一定要修下滩天能量的这个饱满 那么这是治药 当然还有一句话是 只修命不修性 千古异渔夫 现在我们看到气功界 这个修炼界 不重视性功的修炼 什么叫性功修炼 叫虚其心 是性功 实行福是命功 虚其心要修空性 要修无我 要在修炼的中间 有一个体验 自己瞬间消失了 入流亡锁了 这个消失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性功的虚其心 虚就是虚空 就是太虚空 你的心要像太虚空一样的圆满 然后 这个静虚空变法界的圆满 里面空荡荡 没有一物 物都不是你的心 都是心所有 这个要重视 要虚其心 要实习 实习乎 实习乎叫海底求旋 所以要在自己的搓肌里面 把这股能量炼出来 把圣里的水化成气炼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海底求旋 所以大家要重视修炼 它是个完整的体系 那么你只会修命功的海底求旋 你不修 不会修虚其心的这个性功 这是千古易渔夫 什么意思 你即便能够流行住世 活一千岁 活一万岁 你还是一大渔夫 为什么 你不能圆满 你不能像毕露哲那佛一样的 圆满自己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体量 你还是一个很小的我 是我在修 我在练 这个千古易渔夫 你活一千年一万年 你不死 你还是一大渔夫 所以大家要重视 性功的修炼和命功的修炼 性功就是三个字 虚其心 命功是实习福 所以你要自己 在这个静坐 直观中 要有闷觉的状态 突然自己又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 这个时候 看所有的东西都是幻的 都是虚幻的 都是不真实的 只有自己的静明灵觉 融入整个法界 清清静静 然后这个时候 音乐也是音乐 但是也是我 没有二 然后周围所有的人 也是我 也没有分别 然后见到了静明世界的 那个不动 那个永恒 那个体性 在这个里面 在出来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 该吃饭的时候 你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吃到什么 自己明白 好吃不好吃 但是好吃也吃饱它 不好吃也不生称恨心 也吃饱它 但是自己清醒明白 这顿饭好吃不好吃 但是不计较 衣服也不计较 但是也知道 冷了 夹件衣服 热了 剪件衣服 也不是像个死摩托嘎的 冷了 也不去穿衣服 热了 也不去脱衣服 是不是 自己 在那个时候 穿衣吃饭 然后做事 然后去和客户谈判 那么 不是用自己的食神 不是用自己的知见 而是用自己的灵明觉性 去应成 这个叫长阴长静 长清静矣 在硬的过程中 自己就是清静的 在清静的前提下 没有一件事情被遗漏 并且用最短的时间 把那个事情做得最圆满 这就有时间法才能圆满 否则你固头不固定 然后 这儿露一下 那儿露一下 这个时间 错过了 那件事被你做坏了 这就是一大凡夫 在圣者做事情圆满 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做得极其的圆满 极其的那么恰到好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修炼的目的 所以你要达到性功 达到这样的虚其心 你必须先从十七佛 从炼祭止 炼止观 然后观火龙珠的旋转 这个 它那个火龙珠旋转到一个程度以后 天地上下宇宙四面八方能量 聚到你那个夏丹田满了 能量满了 就像电灯泡 电压不够 电力不够 它是呼吱呼吱的 一会要亮 一会又不要亮 但是你电足了 啪 它自己就亮了 当你夏丹田的能量饱满了 达到那个度了 啪 你就亮了 亮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醒过来了 你醒过来了 这是古人说 长积极 长星星 长星星 长积极 什么意思 就是积极 星星式 星星 积极式 星星就是你极其的清醒明白 但是如如不斗 积极就是你根本就主观意识 它不能起作用 主观意识是在积极的全体下 影线产生八十都转成成所作制 成这个平等性制 妙观察制 然后不是食宿人的这个思维方法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修炼最终是要世间法圆满 否则你用人的思虑之心 用人的食神 你想达到世间法的圆满 你是胡说八道 你觉得我使劲做 我使劲做 我就能圆满 我努力工作 我努力工作就圆满 那你是一头蠢牛 那牛天一亮就去干活 天黑了还没睡觉 最后还没圆满 还是一个愚昧的蠢牛 那你这一辈子 如果不启动自己的第九真仙 第十真性 来转时成制 来在法界体性制的作用下 使自己的八时转制 转成成所作制 妙观察制 平等性制 大圆镜制 那么你这一生 世间法是不可能做到圆满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你这个在练止观 你们中间很多是老学员的 在参与新学员 复习止观的课程中 是会有这一个过程的 就是很短的时间 你啪就醒了 啪就醒了以后 这叫星星 星星你不要再起心动念 星星一看 这家伙怎么还在练 怎么这些人还在练 完了 你这就又退到凡夫了 这个时候反正继续闭着眼 去静 去静 然后去体悟那个般 融入和谐 见一切如患 我们生活中每天遇到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场戏 一个梦 梦醒时分 一切皆归为零 你们赚千百万 死的时候归零 你身上没带一分钱被埋在棺材里了 被烧了 归零 你死的时候赤裸裸 你没带一件衣服来 你是带着铃儿来的 你死也要这样归个铃儿 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切如幻如梦 只不过做了个梦 赚了千百万 醒了那千百万没看见 你死了 你的灵上没有带着这千百万走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修炼 不是像你们想象的 是真正的 在情境平等决心的作用下 去圆满 这一世的缘分 然后做到最圆满的 大圆满程度 那么只有用法界体心智 用四智 八十都转成四智 然后才能圆满 否则你用人心 用人的十神心 八十心去做 一切都不圆满 一切都有一个四字在里面 你不造业就是好的 中文字幕组 那么多了 《明星辈生》 我们会认识 最后一代 我们会认识 和云禁 可以讨论